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今天是2023年4月21日 今天高登仔帶來姜濤的成績 就講到Spotify Spotify近來的report就講了 10首香港點擊率最高的歌 10首點擊率最高的歌 姜濤是佔了多少首呢 厲害了 佔了1、2、3、4、5、6 佔了6首歌 厲害嗎 老實說 佔了6首歌都不是最厲害 而佔了6首歌 如果計算比例來說 那都是60% 但是姜濤永遠都有驚喜 永遠的驚喜就告訴你 姜濤佔6首歌 佔6成 但是實際上的數字是不止6成的 那麼我們計算數字呢 它佔了83%的佔有率 那麼這條數字為何剩下呢 那麼我們就慢慢仔細看這個report 證明姜濤的人氣已經超越我們一般所想像的了 老實說 這些report 對不對 我們不播的話 難道真的靠傳統傳媒嗎 高登仔不得會的 難道靠其他youtuber播的 所以我雜無旁貸 今晚就繼續和你們帶來這個好消息 Spotify 今天4月21日 那麼他就選擇了過去一個星期 即是4月14至20日的10首單曲香港來講 究竟有哪10首是最多人聽 根據他的排名成績和點擊率 那麼姜濤就佔了6首 那麼現在我們說回那個排位 第一位就是姜濤的追 第二位就是姜濤的風雨不改 第三位Anson Lo的Money 第四位Dear My Fan 姜濤的 第五位Jesle的Farah 第六位姜濤的作品的話 第七位Anson Lo的永順佳 第八位Coco Cola 無可取代 都是姜濤的 第九位Anson Lo的偷請 第十位姜濤的鏡中鏡 經常記著Coco Cola 鏡中鏡 那麼頭十位就是這樣 那麼厲害啊 那麼姜濤在這十首歌 佔了六首歌都是屬於姜濤 那麼那些人就說 那麼厲害啊 他跟Anson Lo平分秋色 有些網友留言給我這樣 對不起Anson Lo不是評分秋色 跟你說Anson Lo只有三首 另外最後一首就是一個韓團的女歌手唱的Farah 那麼那個就不要計算了 那麼那個第五位呢 那麼有很多人就說 那麼這個Spotify 一向都是姜濤和Anson Lo之前 戰爭就有分對等不對等 公平不對公平 我就可以告訴你 根據近期這幾個Spotify的報告 如果假設真的是戰爭 姜濤和Anson Lo是一個不對等的戰爭 因為根本姜濤的佔有率 就大幅拋離了Anson Lo 我們不是空口說白話啦 就是只說沒用啦 其實我們就算當 我計算 我那個韓國女星唱的Farah 當是列入Anson Lo那條數了 我們看到姜濤的佔有率 在這十首全香港最高的點擊率的歌 她的比例都佔了83% 基本上一百個人進來有83個人 就是聽姜濤的歌 雖然在十首歌裡面 姜濤只有六首 只有六首好像好笑 當然不少啦 佔了一半以上 但是她聽過的人不止一半 原來 如果我們從一個邏輯理論上 姜濤十首歌有六首 十首歌之中有六首都是姜濤 就是說有60%的人是聽姜濤 那40%的人就是聽其他Anson Lo加 女團的歌 咦 但是事實上又並不是這樣 事實上就是原來有83%的人 是全部進去聽姜濤的歌 83% 這個是一個超高比率的收聽指數 當然今天這個報告 當然驚奇的不止是這件事 姜濤的報告還有一個驚奇的數字 就是說她在這個每一天 每一天聽她歌的數字 只說回這個星期 平均每一天超過22萬人 去聽她這六首歌 就是說其實那八成幾八成四的人 其實大多數都是聽姜濤的這六首歌分佈出來 其實如果有些歌就分佈下去了 那麼這個數字其實是一個 老實說 即是高登仔報那麼久的數字 都有曾經幾次很誇張的數字 但是全部都是真實的 全部都是由Spotify釋放出來的 大家不相信你自己上Spotify的官網 這些數字全部公開曬出來 誰拿都可以 誰看都可以 只不過是高登仔拿了這些數字 我自己關心姜濤 我愛姜濤 我每一天都會update她的資料 每一天做一個完整的數據記錄 這樣我自然可以是比你們更加快 更加可以看到當中的一些玄機 但是這些數字全部都公開了 所以有些人就說 哇高登仔你怕不怕人家抄襲你的頻道嗎 這樣其實高登仔一直是沒有考慮抄不抄襲 人家抄不抄 我沒問題 人家抄我當然好 是不是嗎 因為人家抄我證明他是講姜濤的事 去promote姜濤的好處 promote姜濤的成績 promote姜濤的新聞等等等等 是對姜濤百利而無一害的 那你便去抄襲 你便去照顧我的頻道 即是你一定有你說話的好處 我們就是用觀眾去投票 老實說 你們喜歡聽高登仔的 我真的很多謝你們支持 但是當然如果人家要整條頻道 去跟我一起去講姜濤的 那我亦都無人歡迎 越多人講姜濤越好 其實我自己的初心只是 希望多些人支持姜濤 大家親愛姜濤 去告訴別人聽姜濤是多麼好 他的成績是多麼好 就不要讓一些傳統傳媒 或者其他YouTuber 一面就不報姜濤的好事 一面就姜濤的壞事 甚至不實際的事 不現實的事 都作出來去抹黑姜濤 即是我自己的初心是這樣 所以對於你們自己都是 我的聽眾無所謂的 你如果覺得 我都要為姜濤發聲 那你就拿這些數據知識 其實這些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你上去Spotify的官網 全部拿得到出來 只不過高登仔 花一點點心機 將它全部拿下來 整理好 去看一下當中有什麼轉變 有什麼啟示 可以幫到姜濤發展 這個就是我的平時的工作 也是一個很簡單 沒有完全沒有任何秘密 所以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就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繼續聽我的頻道 超級感謝留言 當作有一點點支援 加入我的還原頻道 讓我知道你們一直都聽著高登仔 一直都有人去支持高登仔 那我就心滿意足 當然看到姜濤開心心的成長 那講到開心心的成長 這個report 就真的是姜濤看到開心心的成長 那有很多人說 有很多網友就說 姜濤都有看我這條頻道的 這樣 因為他都想知道自己的成績 因為姜濤肯定沒有時間 看自己的成績表 難道真的去到年底 你看我幾個樂壇盛事 甚至是一些串流平台 一年才出一次report 姜濤才知道 那如果姜濤你聽聽我的頻道 我告訴你 你的頻道 不是 我的頻道 不是你的頻道 高登仔這條頻道 就真的每一天都會收集你的成績表和數據 那這些呢 我亦都會整理全檔在案的 那如果姜濤是有興趣拿回你自己的成績表 隨時問高登仔 高登仔全部都在我的remave 即是我的移動hard disk對面 希望千萬不要壞 那我現在都做好幾份back up 但是因為資金有限 其實我自己都想買一部notebook 我想去買一部notebook 當我去馬來西亞爹看你那個沙灘演唱會的時候 可以一路做片 一路可以和我自己的網友分享 但是這個當然是後話 再要看看大家對我的支持 好了 看看這個每一天有22萬人聽的姜濤的成績表 這樣呢 姜濤總共有六首歌 第一首追 現在在spotify裡面就達到152萬 超過850萬了 上榜了五個星期 這樣 成績相當之好 單憑追這首歌 講真一句 還有漏了一點 其中四個星期都是禪聯第一的 先說一下 追這首歌 講真一句 都經歷一波三折 是不是 最近還有加拖一波四折 最近加上周細鑫 說聽姜濤的零感覺 OK 零感覺 你以為真是無糖感覺嗎 是不是 你真是無糖可樂嗎 零感覺 是不是 我都有時候 對於這些樂壇前輩 對他而避色 老實說 你們 我根據那些報章雜誌說 周啟生已經在香港玩音樂 59年 老實說一句 等於高等仔 如果一個Youtuber做了59年 都做到各下這樣的成績 那我真的叫他接觸自己的Youtube頻道 做了59年音樂 你現在要開一個演唱會 開一個演唱會去賣票 你都要抽一個年輕人的水 去抽一班 不單只是普通年輕人 他們是有心搞音樂的 對音樂事業有承擔的 他們還有很努力去做的 他們不是說 真是隨便出來 唱兩句 按兩句 就是收工的那些人 他們真是 無論在線上線下 都全力以赴 一班這樣的年輕人 你作為一個 59年的樂壇前輩 那你羞不羞恥 我真的要問一句 掛人地 什麼 靈感覺 唱追這首歌 靈感覺 我真的要問一下這150萬的 點擊率的人士 這150萬 你們是否真的聽到 姜濤的追是靈感覺 既然靈感覺 為何那麼多人聽 這就是數據 你們聽到真相 用數據說話 如果那些人聽 姜濤手追 聽到靈感覺 會有150萬的點擊率 短短 短短5個星期 是不是 真是生氣到我真的要 記不完我的資料 真是生氣 所以一個人生氣不是太好 5個星期150萬 是不是 靈感覺 是不是 對不對 那你現在說 你是一個音樂人 所以你覺得 聽起來都是沒有感覺 這些歌 就是說人家差 唱不到姜 唱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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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的韻味 就是哥哥最好 我這件事 一向都不跟別人爭執的 哥哥有唱哥哥哥 那時候的韻味的好 姜濤有唱姜濤的好 何況姜濤這次唱追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致敬 傳承 他由始至終都沒有想過 唱一首歌去代替 哥哥的手追 沒有想過用姜濤的追去代替別人 他是想著一傳承 一個懷念的性質 最終是甚麼 令到別人聽這首歌 就懷念到哥哥 懷念到哥哥當年的風采 懷念到哥哥自殺之前 對於那個音樂的貢獻 其實這些就是姜濤這麼簡單的想法 他唱這首追 難道我真的靠追去吃飯嗎 他自己也有很多歌 都養活了一大班人 他不會說多一首歌不嫌多 少一首不嫌少 是不是 他唱追只不過是一個 不是想著純賺錢 或者真的憑這首歌去成名 大哥 是不是 他真的想著唱這首歌去傳承 和令到別人懷念哥哥 所以不是有8、5萬這個資訊 8、5萬很厲害的 告訴你 在這個Spotify 他不跟Youtube 因為Spotify有時候是真心白人去聽歌 是不是 五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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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十萬人 你當這一百五十萬人 即是怎樣 即是 當這一百五十萬人 是不懂聽音樂的 是吧 當這一百五十人 是 即是 你什麼身份 是不是 你有什麼身份 去評論別人 是不是 你去樂壇有什麼貢獻 我真的看不到 即是可能 其實我沒有找資料 我自己覺得 在我的印象之中 周杰森 你有什麼對音樂 香港樂壇有什麼貢獻 姜濤就有很多貢獻 這幾年 沒有姜濤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已經是 吃了什麼 已經 失業了 沒什麼做了 姜濤 撐起幾多人 撐起幾多音樂人 對不對 所以 你作為一個樂壇前輩 開一個演唱會 你開多少場 我都不知道 你網友講 我知道 我廢話時找他 你開多少場 開一百場 對不對 給盡你開幾場 小課 你都要找一百年輕人 去抄襲 還要找姜濤 說他什麼 不懂唱歌 你就找他學唱歌 找你唱歌 好笑 我講真一句 你教過什麼 名徒底出來 OK 不要這樣 樂壇前輩 要有格 要別人尊重你 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 如果一個人 連自己都不尊重自己 你是沒有資格 去叫別人尊重你 我跟你說 這個世界 特別什麼樂壇前輩 對不對 現在我就是 用成績對話給你聽 周啟生 追這首歌 就是排名第一 在Spotify 是不是 就是有一百五十萬個人次去支持 是不是 排名四個星期 No.1 是不是 他說 他寧感覺 唱這首歌 是不是 寧感覺 那你真的打了 那麼多香港人 而已 香港人可以 捧到 聽到這首歌 那麼多個星期 星期一 那我又不相信 星期一 就是我又不相信 香港人 是那麼沒有風格 那麼沒有 taste 是不是 那你真的 跟所有人作對 那麼如果 你簡直是因為 你的演唱會 Mick Royce 去賣票 就更加可悲 那麼這個 簡直是一個 樂壇的災難 對不對 所以 追這件事呢 這首歌 沒得說的了 一定是最好的 經過想當日 傳統傳媒說他 唱追黑好黑面 是不是 又說他 不尊重 又說他 什麼什麼密密的 那姜濤都要為自己的音樂尊嚴 挺身而出 出來撐話 我不要敲敲敲明唱歌 也都很尊重所有前輩 不要再用這些商人的post 拿出來去商人 OK 要自己捍衛自己 公司都不捍衛 OK 高登仔好記性 這些我永遠記住 我心裡 偶爾就拿出來 哪兩項 OK 那麼這首追就是這樣 那麼 那麼 是這個星期的第一位 那麼第二位 風雨不改 又是上升了很多人聽 現在已經超過 一千零八五十萬了 已經超過一千零八八五 一千零八十五萬 一千零八十五萬 OK 即是要讀得好 超過一千萬了 風雨不改 OK OK 為什麼不給他獎 這件事之前幾段片 我都講過金像獎 為什麼 真的沒有辦法可以 不是 真的沒有辦法 即是沒有頒獎 沒有頒獎 沒有頒獎 被風雨不改 風雨不改 作為想當日的票房 是不是 過四千二百萬 剛剛有了第二個 是不是 紅極一時 很多人看 這首歌也有很多人聽 那好吧 現在金像獎 搞到這樣 是不是 姜濤的風雨不改 又落選了 很多報章大字標題 說姜濤呢 就得不到獎 就真是很開心 就說 他得不到獎 一早說 他沒有能力得獎 結果 網上面 和傳統傳媒 有一念 就是對他 加以不肯定 這樣批評 這樣 雖然 當初 高登仔 都覺得有些可惜 但是事件 發生到今時今日 金像獎 頒獎 典禮 是不是 高登仔 都一再說 算了 在這個 這樣的時勢 姜濤不拿獎 可能對於他來說 都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結果 是不是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他應有的獎項 是不止這個 是不是 風雨不改 我們自己看 媽媽有了第二個的熱愛 大家都知道 譬如以高登仔為例 我每一天都要看一次 媽媽有了第二個 因為現在方便 D-Sleepers 自從這個年初七上映了之後 你按個按鈕 去D-Sleepers 一看 已經可以看到 媽媽有了第二個 有多難 連放DVD 或者叫VCD 下部機的動作都不用 每天一開機 一開D-Sleepers 已經看到 那為什麼每天看呢 我一定是每天看 當然裡面 如果沒有姜濤的戲份 我有時就會稍稍不專心 但是有姜濤的戲份 我就摸過去看了 所以 我對於這套戲的熱愛 我有很多片都講過 所以我對於風雨不改 去唱得這麼好 風雨不改在這套戲裡面 擔當了一個這麼重要的戲份 的配樂 的歌曲 那你有什麼不喜歡 風雨不改 那很多人 雖然 就喜歡 但是很多人 對於她金像獎 落選了一個電影原創歌曲 心表遺憾 和不開心 那我們說回 她現在已經是Spotify 第二位的歌曲 上榜了35個星期 其中15個星期 都是蟬聯第一 因為現在總點擊率 就超過1,000萬 相當之好的一個成績 其實 如果說一句 如果我們要喜歡風雨不改 但是 金像獎就硬是不給她 那我們可以怎樣 其實沒什麼怎樣 我真的一再強調 獎是人家的 規矩是人家定的 是不是 比例是人家處理的 人家不肯是不要給你的 那就是沒辦法 是不是 難道我們 難道我們自己 真的整個獎出來 去頒給姜濤嗎 其實也都未嘗不可的 但是我覺得自己 心癡就算了 無謂去到這個地步 是不是 高得太大可以做一個 就是頒獎典禮出來 是不是 在網上做 有多難 是不是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難 現在做一個選舉投票的制度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告訴你 經歷過今次這個金像獎的頒獎典禮之後 有很多人都會 可能對於這些獎項 或者對於這些頒獎典禮 可能 以後可能 沒有那麼重視 因為他連姜濤都不頒獎 有很多姜濤都很不滿 老實說 所以 可能日後對於這些獎項 在網上 我自己高登仔話 我自己預計 雨後春順 很多人會 繼續去做這些 反而 你說 現在已經去到這個後 網絡時代 沒有說正不正統的 你不論金像獎也好 刺冊也好 那些選舉 那些歌曲 那些戲的選舉 你連奧斯卡都沒有人理 那所以 所以 在這個後網絡時代 個個都是 個個都是 選票 個個都是這個遊戲的主人翁 那所以 有時候這些事情 我自己 就 開始要提得開 那所以 將來都會慢慢去做 那跟著呢 跳過一格 那去到第四位的DMFan 那更加不用說 DMFan 是傳統的勁女 已經過了二千零二百九十萬 不是 二千零二十九萬 Sorry 那超過了二千萬一段時間 Spotify 那老實說 那它不可以跟Youtube比的 Youtube已經超過二千二百萬 那但是在Spotify裡面 可以通過程式去聽 那所以它超過二千萬 已經很厲害了 那它上榜了八十八個星期 其中八個星期 都是Number One OK 那 DMFan就 就是不用說 都知道它很厲害 到今時今日 是不是出了八十八個星期 現在都是排第四位 沒有跌過最佳的榜數 就是全部都可以看到 姜濤那種多人受歡迎 多人看 多人去關注 DMFan 那 那縱使這首歌已經很久 但是我們一直都知道 DMFan是它 憑掉 掛念 它的一位波友 中鋒而產生的 那所以這首歌是特別有感情 對於姜濤而言 是特別有意義 那所以 還有不要說 對於姜濤 對於我們自己聽DMFan 有時想起我們自己最愛的人 最親的人 朋友 或者是 他未必是過世的 可能離開了我們很遠的地方 是不是 可能去了 其他地方旅行 去了移民 或者什麼都好 總之不在我們身邊 那我們有時就聽過DMFan 還有 DMFan有很多志願機構 都是用來做一個哀傷治療 或者是一個親友離世的一個 治癒的工具 那所以作為一個偶像來講 姜濤真的非常之好 起碼在這些層面上 他都沒有這個偶像包袱 還有他都不一定要唱情歌 那所以DMFan 基本上 他就一直都是深受大家的歡迎 所以他的點擊率 都是去到排名第四的 這個星期 那所以 這個DMFan 永遠都在我們心目中 有一個地位 那跟著去到第六 就是作品的說話 那作品的說話 上了五十個星期 那足足 就有十一個星期 都是漸聯第一的 現在總點擊量 達到一千三百六十六萬 那樣的 那作品的說話 更加不用說了 作為姜濤去年 一首最新的歌 也都是姜濤十首單曲裡面最新的一首 那我們永遠都對於他有一個期望 那這首新歌 就正正就是他出新歌之前 我們經常都說 啊什麼時候出新歌啊什麼時候出新歌啊 但是我們先聽著舊歌先 但那首舊歌已經在我講一年了 那作品的說話接近 那所以 大家都會聽 還有作為近來呢 那些姜濤的數目呢 不斷增加啦 那有很多新 那他們當然是找姜濤的東西來聽去看的嘛 那所以當他們在這個系統一聽的時候 作品的說話 作為去年的最新的歌 還有在姜濤的生涯之中 最新的歌 那所以 這個系統就Promote作品的說話給他們聽 那就告訴他們 啊姜濤有這些這樣的歌 當然除了聽Spotify之外呢 我都誠意推薦大家要看 還有作品的說話的MV啦 因為老實說 他們是相負相成的 你只聽歌詞 感受不到好心啊 就是你感受不到他真正的意義 看完MV就不同 MV是姜濤第一次做導演 自己拍 自己把idea去通過影像 去分享給大家聽 加上他主唱的作品的說話 那所以這首MV 《反戰》和《村陽大愛》 是非常之好 所以這樣做得出色的作品 所以去到今天 作品的說話 都是在第六位 然後去到第八位 Cococola 香港的無糖可樂廣告 無可取代 上榜了五個星期 總點擊率已經達到113萬 已經超過100萬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記性 《無糖可樂》這首宣傳歌 的無可取代 我告訴大家 成績一定不止這麼多 如果不是想當日去撞追 和《MIRROR》和《MIRROR》一齊出的話 令到三首新歌 短短在同一時間範圍之內 都這樣出 自己人打自己人 二來就令到姜濤 就能分薄所有時間去聽不同的歌 所以大家在某程度上都選擇 聽到最先才聽 因為是他的廣告歌 我告訴大家 《無糖可樂》這首廣告歌 不是非一般廣告歌 大家要記住 《姜濤》是拍廣告 但是《可樂》是做足功夫 做足一個全面全體的功夫 宣傳 為姜濤作了這首新歌 是全新的 是為姜濤度身而造 很好看 還有一連串的宣傳廣告 買可樂 送姜濤卡 姜濤卡 有機會抽到黑膠碟 去她的姜濤見面會等等 還有很多的車輛巴士 游了姜濤這個無糖可樂的廣告 這個PRO 比起她自己的母公司 做得更加出色和全面 還有令到大家慶合合去一起喝可樂 雖然可樂 都是為自己的產品做宣傳銷路 但是在過程之中 她真的做得好 她真的為了姜濤度身定 做一個全面的宣傳策略 而這個宣傳策略也是成功的 也都令到帶起了她的銷量之餘 令到姜濤無可取代這首歌 亦都是去到第八位 對不對 所以第八位 當然有很多時勢 其實她之前上過更高的位置 不過最近太多人說追 多謝周啟生 說是靈感覺 聽追 所以令到追 真的沒有糖感覺 沒有靈感覺 靈糖感覺 其實我做PRO都可以 OK 接著去到十首 鏡中鏡 就不特別講 上了67個星期 現在點擊率 就達到1443萬 上了榜 十七個星期 就是第一名 成績相當好 所以忠觀而言 這一次 Spotify的成績表 姜濤雖然十首歌 佔了六首那麼多 但是她的點擊率 已經早早超越了六成 她的總點擊率 達到83% 那就是一句說了 姜濤已經超越了 大家支持她的數字 已經超越了 我們想像的界面 界層 所以我們要繼續支持姜濤 是不是 繼續支持她 那麼高等仔也都會每一天 都去收集姜濤的每一個成績表 作一個紀錄 去將這些數字 就是萬里無邊 無窮無盡的數字 高等仔去讀一次 去為大家否釋這些數字 究竟代表什麼意思 也都可以反映到姜濤的真實的成績表 真實的實力 真實受歡迎的程度 就不要經常被傳統傳媒 或者其他YouTuber 講些不對的東西給你聽 聽高等仔就是用數據說話 去告訴你 姜濤就用自己的歌 去說自己的說話 高等仔就是用數據 去告訴你姜濤是多麼好 好 今天2023年4月21日 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的報導就是這樣 繼續支持姜濤 明天同樣時間 我們都會有姜濤的數據成績報告 再次出現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加油的會員頻道 每一段片都超級感謝 當作支持高等仔 好 今天同樣時間 再見 拜拜